我发现很有趣的一个事情 这边夜店里面在玩 我在外面看到一个人 在外面一直在叫 在这边干擦大布里 它最比较有名的就是一系列的像这种咖啡店 就每个风格都不一样 像这家的话 它有点像那种原始状态的感觉 有进来的那种感觉 非常清凉非常凉快 然后风景看起来就比较舒适 反映了那种回到那种原始状态的那种感觉 可以看一下这边的话 我们现在第二天在这个干擦大布里 然后今天我们带大家来看 这边就是会比较出名的就是这边的咖啡 然后它会这边有很多不同风格 不同这种style的这种小店 今天我们来到一家的名字叫做叉叉拉 然后它这边是装修风格是比较原始的 然后像那种风铃风格 然后进来之后像回到那种大自然的那种感觉 就看局部的区域那种小的地方 它有点像那种侏洛基公园里面那种感觉 会感觉会有恐龙随时会冒出来那种感觉 然后它这个地方虽然是室外 但是它通过这个环境这种瀑布的一个打造 然后还有一些打开一下电风扇 这种就自然风那种感觉还是很凉快的 并不是特别热 但虽然外面是非常热的那种感觉 但坐下来之后这边是非常凉快的 很舒适 好吧 然后这边可以有咖啡 有饮品也可以当做餐厅 就是你可以过来吃午饭 但如果我觉得你想就是安静一下 可以选择下午两三点这种这种时间来 或者是上午九十点这种时间来 人会比较少 因为如果是真的是中午吃午餐的时候 它人会比较多 好吧 然后这边它类似于这种风格的这种小店 它会有很多很多 然后可以根据你自己起发或者是你逛啊 你看到哪个店会比较适合你 然后你也可以进去坐下来喝杯咖啡 享受一下这片刻的宁静 我是真没见过 那个Shot Cap 那个杯子那么大 我就没见过这么大的一个Shot Cap 然后它们都是直接倒满 就一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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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样喝 甚至有时候都有两杯 基本上这一杯的量 像在之前玩的地方差不多可以就一杯可以抵五杯满杯 差不多这样就一杯小CAP小CAP这样这样子可 我觉得是真的是特别能玩好吧 然后它们这边女孩子长相 我觉得就是会偏向于跟曼谷那边是比较像 就是女孩子皮肤会比较白啊 然后有一个特点 我也不知道是正好凑巧还是什么 就是这边女孩子的胸特别大 哇操真的特别大啊 然后昨天那个那个女孩子 而且是问了她 她说她是没有整过是一个真雄 那个形状我就觉得啊 有可能是偶然 有可能是真的是因为这边女孩子胸特别大 好吧 这是一个我觉得玩下来的一个特点 这就是昨天首先玩下来 对女孩子的这一个感觉 这边性价比的话就是非常的划算 我觉得就是昨天玩下来一场 大概在曼谷那边 我估计玩一场这边可以玩三场 差不多这个这个价格啊 因为它雷迪君看一小时才六百株吧 我记得我忘记了一小时才六百株啊 然后酒的话也是相对会比曼谷 比巴西亚那边会便宜一点 反正玩到后面就是喝到真的是实在不停了啊 都基本上都喝饭了好吧 昨天安装那个那个那个玩法来玩 基本上都喝饭了 就后续的再 然后我们在里面玩好之后 我们又转场到那个外面参巴之后 又奔了一会玩了一会儿 但后面的那些后续的那些视频就没有录进去啊 差不多就是大致可以告诉大家是一个玩的非常嗨的一个状态这边 就如果是今晚我就是如果去同一个地方 就是觉得会视频会大家会看我 不想再看同一个地方 那我有可能会转场 如果不是因为视频的原因 我觉得我今晚还有可能再回去再玩一下 我觉得是真的是玩的还挺开心的 对于我本来说 我感觉还玩的玩的是挺开心的 好吧 就如果你们有机会啊 可以来这边干XW旅游一下啊 有机会可以尝试一下这边的夜生活还是不错的 所以每个地方他都没有每个地方的那个工作 然后这边他这边的一个城市 他最主要玩的 他其实也不是夜生活 但是我夜生活部分我玩下来觉得还是确实还是不错的 就是这种小地方的夜生活 你会找到一种别有一番珠味那种感觉 好吧 然后这边他其实主要是做一个旅游业会比较发达 他呃当地人也会很多人就休假 或者是有时间的话 他们也会来这个城市旅游 因为这边他会有那种瀑布 有那种丛林有山有水还比较好玩 然后呃我过来之后 我感觉就是没有什么亚洲的游客 基本上都是那些类似这种欧洲的背包图 背一个包背一个登山包 像这种徒步来这边旅行都会比较多一点 我看下来是这种类型的一个游客会比较多一点 啊啊所以就是如果你会喜欢 呃类似于这种方式旅游的话 可以选择来到这边干茶那不利 啊是一个很不错的一个选择 而且通过我的视频 你也可以去找到一个夜生活的一个夜生活的一个方式啊 所以你就可以如果是男孩子过来旅游 你想玩白天旅游 晚上玩夜店的话啊 玩夜生活的话啊 可以跟着我的视频 所有你都可以看得到 好吧啊大致呃对于这边的一个目前的了解 我大致是只有这样的一个表演 然后之后可以带大家亲眼跟着视频 去看一下这边去理事个什么情况 好吧 Let's go OK又到了干饭环节啊吃锅爬菜又上去了 好吧 今天啊我们一个个来试一下 然后这个的话是应该是酱油虾 就是它应该是由你炸锅之后 有分有那些香料啊 然后放在那个有一个sauce 它应该是一个酱油的一个sauce 好吧 这些就应该是有点甜的这个sauce 我们来试一下 酱油大虾 它本以为它这个酱油会比较甜啊 但其实吃下来还是就是咸香味的啊 有一点有一点点辣它里面有没有干辣椒吗 有一点点辣 然后还没吃到肉 我先吃下这个肉 我本人是上海人 就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上海有一道菜叫油爆虾 就它这个虾用的是大虾 口感和味道来说 特别像上海的那个油爆虾 就是差不多就是这种感觉 你可以去想象一下类似于这种味道 我本来还是比较喜欢这种口味的 因为我帅人嘛 比较喜欢上海菜好吧 还是我觉得挺好吃的 但它不是特别的甜 它咸鲜味有帅一点点甜味好吧 它就不够了 点的第二道菜 应该是那个香酥鸭 油里油里榨的鸭子 好香酥鸭 试一下 看上去就是嘎崩腿 好吧 特别酥脆的那种感觉 像一下这个料 不知道什么料 酱还是有点甜甜的那种 你们应该听不到这个声音 给你们听下这个声音 特别酥脆 好吗 就是你不知道听得听不到 听得到的声音啊 特别酥脆 好吃的口感 和中国菜还是比较像 就是香酥鸭嘛 香酥鸭大家应该都吃过 差不多就是这种口感 好吗 和味道还是不错的 本以为就这种甜甜 它只是好看 但我觉得味道还是可以的 好吧 然后接下去倒是比较有泰国特色的一个比较特别的一个食物 好吧 咖喱海鲜 椰子 它是用个椰子做容器才来盛装的 所以才可以想象一下它应该里面会比较浓的一些椰香味 还有些奶味 好我们来试一下 先看一下它里面有一些蔬菜啊蛋之类的 然后还有一些虾蟹啊 还有一些肺壳类的 还有一些椰子肉 先试一下这个椰子肉 椰子肉清甜清甜的 然后加上这种咖喱味啊 叶香味 它是不错的 尝一下这个蝦 尝一下这个蝦 然后尝一下这个蛋跟这个酱 尝一下这个蛋和这个酱 特别浓郁 咖喱椰香味特别浓郁 是一个比较标准的一个太太餐啊 他就是如果喜欢的人他会觉得它是比较浓郁的一个口感 然后比较重的一个奶味和叶香味还有个咖喱味 但是如果是介意他就是当中有一些香辛料 他类似于香茅啊 还有罗德叶这种不太喜欢吃这种香辛料的朋友啊 有可能不太适合这个菜 但如果是不介意的话他喜欢菜国这种香辛料味的话 啊这道菜绝对需要点一下味道非常不合好了 非常不合 啊里面还有一些贝壳再吃个贝壳 应该是亲口贝 然后接下来这一道啊就是很多中国朋友就是国人应该来来过泰国的应该了解这道菜了 如果不了解的话那你今天可以学习一下 因为这道菜是泰国比较慢有色色的一道菜 然后很多泰国人他来餐厅都会点这道菜 就是粉丝虾宝 好吧 他是把那个虾在下面煎 会有一些虾油然后融合到这个粉丝里面 就是这个粉丝味道特别香 好吧 试一下 给我们看一下虾的 下面大虾好几只 他是通过煎煎之后他放在里面焖 然后他把那个虾油的味道全部在那个粉丝里面 就是这个粉丝是味道特别的棒 里面充满了那种虾的香味好吧 就如果你没试过的啊 如果也不知道的话可以记一下 这个是泰国比较出名 而且味道非常好的一道菜 好吧 粉丝虾宝 今天这边的菜大致都介绍完了啊 因为有些朋友他来泰国他没有像这种地方 他是没有中文菜单的也没有图片 他只有英语和泰语啊 如果你是真的不会点的话 你可以给拿我的视频给服务员看 好吧 你也可以大致这样点一下 我觉得这个今天的这一系列啊 这一整套食物还是比较适合每一位朋友的 我觉得啊 还是因为他也不是特别辣 也不是特别酸 他的味道都是国人可以接受的 你可以根据我这个菜单来试一下啊 不知道怎么点的话 也可以记得像这个食物 粉丝虾宝 好吧 他泰语叫重毛不现 记得这个菜好吧 如果不知道的话可以告诉服务员 去泰国当地的餐厅营业 可以用泰语来点餐了好不好 啊 关注我的频道 看我的影片还能学一下 顺便学一下菜语 一起聊聊天 来 跟着我一起深呼吸 啊 啊 嗯 哈哈 酒店有租自行车服务,借了个自行车,稍微转一圈出去,看一下这边的风景啊,这边的认为啊,转一圈,Let's go! 我们来到当地这边比较著名的一个景点啊,叫Mainland Credit的一条河,然后它上面是一个火车站,好吧,然后它这边是一个火车站桥,比较有名,然后很多当地的游客会过来这边打卡,好吧,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个镜头。 一条小狗 一条小狗 哈哈哈哈,一动不动,不管多少人过来还不动不动。 我看他们这边很多会有一些视频制作者,会到这边来做一些视频,然后也有拍婚纱照的,还有一些拍一些就是特殊的一些照片啊,可以来这边拍点去景,会比较不错,非常的漂亮,好吧。 这就是河边的餐厅,你们也可以选择坐到河边,感受一下当地的这边的戏风,好吧。 这就是河边的餐厅,你们也可以选择坐到河边,感受一下当地的这边的戏风,好吧。 非常的漂亮,这边的风景,当时如果有通路口车的话,好吧。 然后,天色也渐渐转阴了,又可能要下雨了,好,我们就返回了,这边就,这边的景点,就带大家看到这边,好吧。 好,我们接下去我们夜生活,Let's go。 这个餐厅是有一个船拉着的,蛮有意思的。 一艘小船拉着一个餐厅好了,非常有意思。 很紧急吗? 我们是非常爱的。 我们是在上海市,苏它现在的地面,有几个冬天,有一个衣服。 和我们在上海市,苏它在上海市,迅速啊。 不过我们现在行芬物和你,还是西区和我一些其他一部。 那是自然の地方。 我们可以在上海市,迅速在海市,迅速就在海市上。 我们已经高充了。 然后,在海市,迅速,在海市。 用海市鲜票,即场广角,像艺山大利, 今天晚餐来吃下这个当地这边的一个食物好吧啊他们这边的菜以当地的河里的鱼就我们前面去看过的那条河他说这是当地河里面的这个鱼啊做的一系列菜 煎过的鱼啊然后炒的木耳还有姜丝炒然后这个是东云宫应该是一个东云宫汤酸辣汤的一个鱼 吃了一下味道还不错的啊这个猪顶肉特别好吃啊我觉得味道还不错的可以的 好好又到网上了啊找夜生活环境我每天这么出去玩也挺累的好吧啊但是没办法为了给大家展示一下啊这边的夜生活是一个不同的风格好吧 那所以你们也别让我白忙了点赞关注好吧点一下然后叫铃铛按一下感谢人家提醒啊 这样可以 打开去哪儿 好吧又到了我们夜生活的一个环节啊 呃你们可以跟着我的视频啊去找哪些电话玩啊可以看一下但是我是没有视频可以看啊我也是通过自己去找 但我是怎么找的啊有什么呢我有嘴好吧我前昨天到这边之后我就一直问人家你们这边的夜店是哪个会比较火一点啊他们就 然后一直有人告诉我一个叫呃大门南大门的一个呃 酒吧吧应该是我也不知道具体是什么样子好吧 如果每个人都说应该是这边是人是会比较高的一个地方看一下当地的人是 喜欢的一个生活场地是什么样子的啊然后我们现在出发好吧去看一下 呃大门南是一个什么样子的一个夜生活场地好吧 好我们到了这个城市就给我一个感觉啊特别干净好啊在网上过来感觉看 但是很奇怪的一点就是到晚上这路上都是没有人的除了只有夜店门口好多人好吗 你看这两边停车车全是夜店这边的车 然后我们前面已经路过那个那个地方了啊城市估计位置都没有 所以具体我们过去看一下吧 好我们已经坐下来了好啊这个 坐下来感觉就是人特别多啊人特别多 当地人我过去全聚集在这里所以为什么他不推荐我们来来这家店啊 然后他也是一个参巴形式的但是他里面是 就是本身的店里面是没有酒的他可以就是到外面放你去买啊 你可以点点那些洋酒啊之类的啊 既久的话店里是有的可以点的好吧 然后走下来的感觉这边如果是你单身过来的话 我觉得是可以有机会去找一下当地的女孩子一起玩一下 因为好多好多女孩子在这边我看到 但是记住一点啊这不是我们的地盘啊也不是我们所熟悉的区域 所以当当地会有很多桌子会有男孩子一起来 所以如果你真的去搭设什么你一定要看清楚 小心注意安全这是最主要的我觉得好吧在这边 然后可以给大家看一下这边的一个视频 那这是你什么一个要求 我也我也觉得就是充满一种威胁好 好多人就是叮嘱我看然后现在大和尚就人玩的也挺爱的 好这个情况 好接下来我们再看一下这边是什么一个玩法或者是什么一个类型的 好像这个当地消费是真的便宜啊 爆米花才十块钱好吧五十泰铢 然后酒的话才五百五十泰铢好吧 好现买的酒好啊拿过来了 直接到外面去买的 好当地人已经开闪了好吗 看后面的位置开闪了啊 那不是我的地方不敢轻举妄动好不敢轻举妄动 不哼 入销随时了啊入销随时了 pues 太瘦了 你 fled I need one of the whole thing I'm gonna sit here in my head HOL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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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輕正ья正好啊 HOL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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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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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气氛让你感觉很想跳 坐不下来 胆子有点痛 坐不下 中文字幕——— 赁金洞 到了哥士 义乙 义乙 浮沉 Tweak 你叫我 OK OK 这是太如好吗 坐不下来 跳起来 我发现很有趣的一个事情 这边夜店里面在玩 我在外面看到一个人 在外面一直在叫 有可能是没有钱 但是他很享受生活 感谢观看 乖 不如索射 不用鱼 不八 好了,擅长了,在这边,刚才纳布里,体验了一下这边的夜店文化,还是很嗨的,普嗨风格,玩的还蛮开心的,我觉得啊,消费而且非常低,非常低。 这个消费大概一个晚上就用了大概两千猪,好吧,喝酒啊,一起之类的,大概就两千猪,我觉得可以,好吧,如果有机会来这边旅游的,可以来试一下这家店,这家店叫Dumb Night,可以来一下这边最火的一家店,好吧,全市人,好吧,走吧,走吧,走吧, 这个生活,享受一下这边的生活,享受一下这边的生活,享受一下